好的,我们在慢慢向上织的同时啊,你看从这儿啊,一直直着啊,织了这么高,这时候呢就已经来到了总长度17厘米了,这个位置大家还记得吗?是我们要剪腋下的地方,因为我们后背片就是在这个位置剪的啊,所以你的前片也依然是要在这个位置来剪,因为它要前后对称啊,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正好是来到了17厘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我们要在这儿剪针的,记住了吗?好,我们现在呢,就给它左针啊,它的左边的这个针啊,还剩下两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给它做一个剪针啊 看,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要将最后的两针,你看现在是正面朝上的前提线啊,一定要记住了啊,正面啊,是朝上的前提线啊,刚才你是最后的两针啊,最后的两针,在这儿。 好了,我们要用绿色线将最后的两针,1,2,给它一起支掉啊,支掉完之后呢,然后你看啊,现在一个最新的问题就来了,大家先看啊,我把这个位置给你写清楚,方便于你的记录啊。 看,现在这个位置正好是17厘米,因为有的学生呢,他不是学中文,所以他有些地方如果光讲中文的话,他是不明白的啊,你看在第17厘米的时候,我们刚刚啊,高就在这儿,在这儿呢,最后的1,2,两针给它剪成了一针,对不对? 而且在这儿呢,而且在这儿呢,我们要强调啊,在剪针的同时,我们要把它这个,这个位置啊,浅色线要变成深色线,要变成深绿色的线,记住了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再给它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把所有的绿色线按原样给它织好啊,你看 你看,最后一针也是织好,我不光要把所有的绿色线织完,我还要织一针浅色的线,看到了吗? 啊,这位置呢,也是变化小肚皮颜色的时候啊,既剪页下又变化它,看,把这一针我织完之后,依然是用我们原有的方式啊,用哪个颜色线来织,要换哪个颜色,就把哪个颜色放在下边啊,你看,我从下边把它找出来了啊,找出来之后,我们要把剩下的所有线,都用浅色给它织完啊 也就是我们在剪页下的同时,毛线也完成了换色的这个工作啊,我们只换了一针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之前我们的操作都要给它相反再操作一遍,对不对? 因为我们最后的时候啊,是有一针的变化,还记得吗?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改变了啊,原来,原来最早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三针的变化吗?对不对? 但是现在啊,为了和这一位置对称,我们你看,正好是一针的变化,再一针的变化,然后两针,两针,两针,最后是三针,记着了吗? 啊,所以我们这位置啊,完全是跟它一样,只有按着这种方式来,我们不就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小肚皮了吗?对不对? 好了,剩下的针啊,看,按原样都织完,因为原来我们操作的时候,在小肚皮的那个位置啊,有一针,它是变化完以后,第二行没有变化,还是按照原有针数完成的,对不对? 你看,到了交界处啊,我们依然是采用了之前教过大家的啊,你要用哪个颜色线织,就把哪个颜色线啊,放在下边 你看,我压住了绿色的长线,你看,我把它拿出来了啊,拿出来之后,剩下的线要用绿色线织啊 千万不要觉得这位置太复杂,因为只要你认认真真的跟着教程来,就一定能织好啊 要有耐心啊,你看,我们依然到了边缘这一部分啊,有两针,one two,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把这两针合在一起织 为了让大家啊,能够织得更好,所以我们特意啊,把检验下和变化小肚皮的这个位置啊,放在了同一行进行 这点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好,织完之后,我们给它翻到正面来 要记住啊,这位置就不再剪针了 我们要保持啊,原有的这个深绿色线的这个帧数啊,继续向上就可以了啊 这边不再剪针了啊 好了,还记得吗,之前的时候我们变化过一针啊 而且之前的时候是,嗯,隔了一行,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在这儿啊,把这一针织上,织上之后啊 然后,依然是我们之前教过大家的,压过来 拿浅色线拿出来啊,用浅色线来把剩下的帧数给它织完啊 好了,翻过来以后就又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啊 因为我们又涉及到了颜色的变化 看,我们拿过另一根针来 把它所有的浅绿色线先给它织完 织完之后,我们就要多织出两针的浅色线了啊 看着啊 看 我们要,啊,sorry,非常sorry啊,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忘记了,因为 因为现在是这个什么的环节啊 是这个变现的环节 你看,多织了的话,大家你看,把针压在这个地方啊 压了之后,然后,哎,这样就退过来了啊 这针一样,退过来了 好了,这位置呢,大家要记住啊,不要犯我刚刚的错误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深色线来织这两针浅色线 怎么来操作呢 用哪个颜色来织,就把哪个颜色的长线给它放在下边啊 我们这个颜色,你看 要用它压住这个 啊,你看,要用它压住这个 深色的线啊,然后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前,这个剩下的这两针绿色啊 给它这样织完 织完之后,剩下的啊 不必有多余动作,直接跟着一块把同颜色的线织完就可以了 好,我之前讲过 在腋下的位置,我们已经完成了 剪针的动作了啊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就不再剪针了 直接把原有的针数线上织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然后,再给它翻过来 稍稍的整理你一下这些乱乱的线啊 我们要把它稍微整理好啊 因为我们不光是在织 而且我们 我们有些位置呢,还带着 还带着我们的这个 后背片在一起,对不对 所以这位置就需要大家稍微的有一点点耐心啊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要继续的下上枝 大家千万不要犯刚刚我的那个错误啊 我还跟大家使劲讲着 因为我两针有变化 结果还是 还是那个多支了两针啊 结果又退回来 大家都见证了我这个 这个傻乎乎的这个 刚才这个举动啊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要继续的来操作了啊 这是要记住 我们要把 绿色线再增加 再往这边多支两针 两针啊,你看就这两针啊 1,2,我们要把它给织成这个绿色的线 记修了吗 好,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来个别扣吧 不然又一支高兴了 忘了怎么办 好的,你看 这两针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两针 诶,正好找到这个位置了啊 我们这两针 1,2,一定要给它用绿色的线来织啊 织完绿色线之后 深色线之后 我们再换浅色线 换的过程当中 先用谁织 就把谁搁在下边的啊 然后我们用这个浅色的线 来完成 剩下的这些针啊 看 有多少针呢 我们可以数一下啊 一定要记住 右针不能使劲 右线啊 不能使劲太用力的扯啊 要保持它有一样的密度 好了 我们翻过来可以看一下啊 已经接近成功了 而且还记得吗 刚刚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做了变化针的变化颜色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看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圆润的这一部分 留意到了吗 大家就是这样的啊 认认真真的来 你看我们还有两针 在下一节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重新再总结一下啊 将所有的位置 给大家重新再用文字写一遍 然后在哪儿变的 然后变了几针 等等等等 记住了吗 好了 大家认真的知吧 嘿 那儿变化了 咱们 那么 撕一 拍了 放松